我们现在今天的房地产大人物 来介绍这位法拍屋达人吴宏规 他投资法拍屋已经超过20年 拥有上千次的投标经验 那么现在还成立专门的公司 帮民众来标法拍屋 说到当初为什么会踏进法拍界呢 吴宏规说他是因为穷怕了 从小家里因为租房不断地搬家 一直换学校 每到新的一间学校就会被同学欺负 所以当下他立志长大之后 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那么当他退伍之后跑去开计程车 那个时候边开边学买法拍屋 后来是在戏纸淹大学那一年 房价大跌 他因此看到机会 低价飙到了戏纸的法拍屋 也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转机 进来你就可以坐客厅 考试到时候都会有栏杆 会比较安全 这一间就大一点点了 大概一点点了 应该就是刚才双人床 屋内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但在吴宏规脑中格局早就规划好 目前还没有装网好的话 大概左右有成交过一千八以上 细子这种大瓶术的产品 跟独立车库的很稀有 他是吴宏规法拍屋打枕 法拍经验长达二十多年 参与上千次投标成功标下过 将近三百间法拍屋 眼光精准 像是这间独栋法拍屋 就是看好市场稀有度 以一千两百万元 比市价便宜三成标下来 只是当初怎么跨到法拍这一行 原因竟然是穷怕了 爸妈都没有房子 他们一直到我长大成人 他们都是租房子 所以租房子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吴宏赶走 所以我不想再搬家了 我从小就觉得 搬家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牵涉到 你搬家要换新的环境 还有新的学校 新的学校就会有很多的故事 那个年代霸凌就很严重了 只是没有那么多摄影机 跟手机可以录而已 因为小时候太穷 不断搬家 每到新的学校 就会被欺负一次 从学期间就立志 长大后一定要买一间 属于自己的房子 出社会我第一件事就是 要买房子 对啊 他刚好在汐止 淹水最严重的那一年 房子没有人要的 所有的房子都被法拍了 就去开始研究 怎么不要法拍屋 一天开十五个钟头左右 一个月六七万还没问题 对 我是昆阳捷运站 最早的第一批排班计程车司机 退伍之后跑去开计程车 边开边学买法拍屋 汐止地区今天成了水箱泽国 部分地区淹水 已经高达两层楼高 刚好遇到汐止淹大水 大家急着抛售房子 而他选择危机入室 回忆初次得标 吴红归记忆有心 我标第一间法拍屋的时候 是拿计程区车去挡 挡九分利 你们知道九分利是多少利息吗 一百万一个月九万 一年要一百零八万的利息 所以年利率一百零八趴 我是用年利率一百零八趴的钱去翻身的 因为那个房子刚好也很臭巧 我标到的当下标到的当天 就有占用在里面的海蟑螂 也是代表公司要给我买回去 他分两个管理室 这里一个管理室 这里一个管理室 他是分不同的两个区 当时我是买这一个区 全身家当都堵进去 立平翻身机会 这里就是吴鸿辉第一次飙下的法拍屋 重新回到这个地方 他很有感触 因为一路走来 家人就是他坚持下去最大动力 小时候就真的是上电影里面 跟你要钱 都要去打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就是说 我希望我的后代 我的家人不要再受众 他最近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有没有什么好进展 现在的吴鸿辉公司团队有将近20人 每天都得上网 随时挖掘新物件 找寻好标的 帮民众做美 鲑鱼一整套的 哇 这边 这个房间应该比较方正 大一点 亲力亲为连带看都自己来 从投标 交屋到包足带馆 统统都做一条龙规划 甚至还当起老师 扮免费奖座 因为法派屋 Mega很多 光是点焦跟不点焦 就很复杂 通常点焦屋 比较有保障 标到了以后 再来怎么把产权 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 他希望买到是产权的那 安全 完整的 而且不要有纠纷的 我们就帮他把所有的产权 弄得好好的 我的人生很不怕挫折 还因为我人生充满了挫折 习惯了 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笨本 即使不是出生自富裕家庭 还是能凭着一股勇气 透过法派屋投资 是你翻转人身